癌症病人是COVID感染后容易得到重症的高风险群 所以站在医生的角度,我们还是鼓励癌症的病人要去打疫苗 那当然不同的病人用的治疗方式不一样 所以或许会产生疫苗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在治疗前去争取你的医师的意见 目前的治疗会影响打疫苗的反应 那当然还是要跟各位提醒 不是说问了医生以后就不会产生复苏 而是要让医生去评估说 目前有没有不能打疫苗的理由 现在的药物会不会去影响疫苗产生的效果 但是无论如何,对我们来讲的话 病人在接受癌症治疗的过程里面的话 还是希望能够去做疫苗的注射 这样能够保护自己,不要得到重症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在这边还是鼓励我们癌症的病友 勇敢地去做疫苗的注射,以保护自己 那么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不能做注射的理由 那至少至少家属也要去做疫苗的注射 给自己形成一个保护网,来保护我们癌症的病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